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菲律宾成功在仁爱礁撤离了一名生病的海军 这个生命一定要打影 这个是7月7号仁爱礁坐摊的马雷山号 成功的用海警船出动快艇接应 从马雷山号接走一名生病的士兵 这是6月仁爱礁冲突之后 菲律宾海警第一次大规模行动 从无人机视角一看小艇的速度非常快 它高速突防 在中国海警直发船监视下成功的撤离了 菲律宾的个性当然是一定会大肆宣传的 其实成功了嘛 你说它去的时候肯定得带点吃的 我觉得应该是带吃的去 考虑到之前报道说两艘菲律宾海警船 在16、14海里外就被驱离了 目前策划会不会许出不许进 就是说你应该是向我通报了 让你船进去 然后你撤人可以 然后带走 所以说现在看 也就是说你把人带走我可以 所以这次可能不是菲律宾的成功 而是中国让他进撤人 那也说明这艘船确实撑不了多久 你现在这个人都快饿死了 上面是不允许送吃的 那现在看这个小船也就送一些简单的食物 这些人还撤走一人嘛 但是这个事也让他办成了 那就说明菲律宾还可以进 但是你只能撤人 中方也是考虑到 也是考虑到人道主义 让他撤了 你看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 他明确说7月7日 说根据菲律宾有关方面的请求 你看注意啊 这个词就是请求嘛 应该先向中方通报了 说中方基于人道主义考虑 允许菲律宾从非法坐摊的军舰 后送一名生病的人员 中国海警依法对非方行动全程进行监视 是查证 就是我们允许 你向我通报了 报备了 可以 说非方有关方面 罔顾事实恶意炒作 虚误导国籍认知 说中国呢 对包括人海交在内南沙群岛籍附属 海域拥有无可争辩主权 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 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海洋权益 这话已经非常明显了 就是我允许你的 因为这是我的领土 所以你来这儿 是必须要向我包备的 目前看 这不是菲律宾的成功 成功的又突破了什么封锁 是向中国报备了 这个人可能真是个病人 但是会不会借着病人撤人的时候 然后送上吃的肯定会送 吃的喝的水什么肯定会送 但是他搞不了太长时间 他每次往回捡一个人 然后送点吃的有什么用 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目前看的山东舰就在菲律宾 这个东部海域 实际现在看菲律宾变成了 这个已经被包围状态 一个前行攻势 日本已经拍到山东舰了 现在这个区域是没有美金航母的 另外呢 现在看 北约正在向亚洲挺进 所以在这个关键节点 我觉得在日本已经进入菲律宾 中国应该是及早 尽早的对这个人也交往 包括南海 就直接清早 其实我们错过一个次机会 其实这个 最关键我讲 先要控制中央岛 其实当年我们应该直接拿下中央岛 你看他现在赖在这部岛 其实是最早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 咱们有一次海战 应该是那次海战 我们88年吧 赤瓜礁海战 这个赤瓜礁海战 实际当时我们有点什么呢 有点战略判断失误了 我们当时一鼓作气 赤瓜礁海战就直接扭转中国南海不利局面 把这些南海岛礁该抢回就抢回来 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问题了 有什么越南和菲律宾挑战了 这个机遇一旦错过 其实就很难再来了 当年菲律宾是抢了台湾 对吧 台湾人跑了 然后菲律宾人把中央岛给抢 当时我们88年赤瓜礁 我们把中央岛抢回来以后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其实这个历史机遇 其实就给你一次 你错过了就再拿了 实际南海解决危机机会就在88年 但是当时我们战略思维其实有点问题 主要还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抓住机会 当时是海空力量很弱 比较弱吧 南海舰队据说也就是一条051的驱逐舰 越南一旦出动空军 中国可能真的没办法 但是中国空军战机 那个时候确实到不了南沙那个地点 所以南海问题上 中国一直是在维权维稳 对吧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维权把岛收回来维稳 维稳什么 维稳是跟东盟搞关系 不要把这个事情激化 所以一直在维权和维稳 所以这种情况是18大之后彻底发生绵化 18大之后 中国就是开始在南海天岛造岛了 你看这个区别 18大之后是硬性 这个标志性就我们在南海开始造岛 就是说白了决心下了 但是88年我们没下决心 一个是能力 还有什么 还有可能当时就是为了 咱们说更好的和外部做生意 但是你想想当年没有了 如果没拿下中叶岛 现在中叶岛就变成最大的一个祸害 现在仁爱礁和仙兵礁 实际背后就是中叶岛的这些菲律宾补给 实际上你看这个台问题其实类似 我们现在南海地位确实稳固多了 因为我综合国力上升了 但是我决心尽管下了 但是难度可比80年代88年 你尽管当时是没有能力军队对吧 海军空军都没能力 但是上去80年代 你的整体国际环境你差太多 你当时是什么 你中国是改革开放 没人在意你 那时候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 你能理解吧 就像台湾问题 你说回台湾 越往后中国GP是世界第一的时候 你想世界老大去跟人打 能亲戚打吗 你不能亲戚打 所以中国必须要赶在GP超过美国之前解决台湾问题 要尽快 这一个道理 你等到你变成世界老大 你能轻易的去跟人打吗 不能轻易打了 任何领导 你看哪个单位领导 你当一把手的时候 你能轻易跟别人打架吗 不能吧 能轻易发皮疑都不能 一个道理 除了美国以外 美国是真是傻逼 当老大以后天天打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 我们只能是未来环境越来越恶劣 你是美国当时那个时候 其实还是不能默许在中国的南海有动作的 八万年是可以的 默许你干 现在看人家不可能 现在美国就等着你跟东盟在干 东盟现在一旦跟中国这边 如果你在南海岛礁有行动 那么美国立刻让东盟选面战了 所以这种机会 现在看千代南风 当时八万年错过 主要是中叶党没拿回 你要用更长时间看 南海博弈最终结局还是中美博弈 就是中美博弈有个结果之后 美国人不再是开始 说白了去吸引东盟加入自己的联盟 唯独中国 那么可能东盟也没辙 那时候中国可以行动 其实不需要更大 就是你东盟十个气 对吧 撤出就行了 中国在南海台海东海战略位置 其实全项加强的 中国的解决方式 其实既然是错过上一个机会 我们等待什么 等待下一个机会 实际就是我们再等待机会了 等待什么机会 等待美国 美国彻底的 吸态的干预能力下降 等待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当然是我们也给自己创造机会 同时我们要做好准备 准备接收美国在这个区域的管理权 但这个机会 实际就是用时间 你错过机会 那就是用时间来弥募 同时你自己还得发展 还得发展 但说什么 我觉得都没有意义了 就是中国必须要完成 收回南海的这个任务 必须要完成